有些朋友经常看我的视频 然后发现我们这个视频当中啊 每次视频都加那个氨基酸的原粉 那个粉剂 然后就问啊 这个氨基酸原粉和平时在市场 自己购买的氨基酸液体肥料 有什么样的有区别 有什么区别呢 可以这样说吧 没啥区别 因为目的功能是一样的 只不是别人形式的不一样 因为我那个氨基酸原粉 它是直接从原料厂家买的 含量是33%的 而我们在市场上 农子店购买这个氨基酸水浸的 氨基酸的含量是10% 一般情况下 一些厂家往往里面还会搭配一些 微量元素在里面去 因为我这个平常用这个化肥啊 里面都已经加够了微量元素 所以说不需要再额外的添加 微量元素的 我只需要用氨基酸原粉就行了 再一个呢 就是我用这个氨基酸原粉 这些从源头上拿的 这个价格呢 可能是你买的那个税机的价格 可能是在你的十分之一 所以比较便宜 像因为我们这个平常注重氨基酸的使用 平常的话就量用的比较大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正规的原料的比较便宜的厂家 取用 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种植这个成本才能降下来 不然情况下你用那么大的氨基酸 然后找个农资店去买的话 那可能你中的卖这个饭 钱还不够氨基酸那个费用了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这个水积和粉积 效果是一样的 只不过可能用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因为水积的成本它也是通过氨基酸原粉 然后加上水以后搅拌 然后得到的 所以说是效果 最终效果没啥区别